3月12日晚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张王菲的近帐 久违露面的她终于有了新消息 让不少思念她的粉丝激动不已 照片中 王菲穿着一件蓝色上衣 一头短发显得清新郁有活力 皮肤红润 有光泽 脸上没有一丝皱纹 已经53岁的她 看上去仍似少女 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让网友都忍不住感叹 嫩得出水 王菲似乎是在和朋友聚会 他坐在沙发椅上 姿态非常放松 身旁是一名穿着短袖的男子 两人并肩合照 看上去颇为亲密 不过 照片中该男子的遍布被打上了马赛克 身份无法辨认 网友们也在猜测该男子是不是谢霆锋 还有人猜测他是王菲的好友Rune 一时间众说纷纭 此次王菲罕见露面缓解了粉丝们的相思之苦 大家纷纷留言 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 菲 你终于出来了 好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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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 王菲上次露面似乎还是在央视举办的2021年大湾区中秋晚会上 当时男友谢霆锋在晚会上担任主持人 两人世纪同台 备受网友的关注 不过在晚会上 谢霆锋听到王菲登台时却略显拘谨 其他嘉宾和主持人都非常激动地鼓掌欢迎王菲 但谢霆锋却正经猥琐 一动不动 似乎有些紧张 虽然当时谢霆锋的表现有些出乎大家意料 不过他与王菲的感情却是不容置疑的 两人重归于好后 感情一直十分稳定 2021年12月 谢霆锋还被拍到低调现身王菲的住所 回到北京就立马赶去与女友相聚 虽然两人表面上没有互动 但私下的甜蜜却难以遮掩 谢霆锋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也没有忘了抽时间陪伴女友 历尽千番后 两人便更加地珍惜彼此 如此甜蜜 稳定的两人却没有打算地结婚 谢霆锋曾在采访中透露自己不会结婚 不过这也不影响他与王菲的恋情 他们的感情已经不需要用结婚证来证明 虽然外界一直传出风言风语 王菲与好友的合照也多次被曲解 但他与谢霆锋始终用实际行动来击退谣言 两人感情好着呢 如今 谢霆锋回香港准备拍摄新电影 但王菲却鲜少露面 始终没有工作的消息传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看到王菲的新专辑呢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订阅